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我们复习范例1 那这个范例1呢 其实跟我们上一本 选修物理1的第四章有点类似 只是今天我们要 把它用直行的观点来算 首先是一个滑轮 那这个滑轮呢 有挂了A和B两个物体 A比较轻 它的质量是M B比较重 它的质量是3M 那我们希望算 第一体要算它的直行加速度 那我们就是像上一则影片所说的 个别的受力 我们把它看成一体 个别的受力 以及视为一体 视为一个点之受力 那我们就是会把它视为一个点 然后把所有的力呢 全部加在这点上 比如说 今天A有受到重力 MG B也有受到重力 3MG 除了这两个力以外 有没有别的力 有 有绳子的张力 张力T 那这条绳子是同一条 连接A和B 只要是绳子同一条 然后绳子本身的重量不考虑的话 那张力就会是相同的 所以这两个T大小是一样 那接下来我们就如上一则影片所说的 我们把所有的力 全部视为集中于一个点 把所有收到的力 全部视为集中于一个点 所以这个点收到4MG向下 以及2T向上 那这个时候 它的合力 就是2T 就是4MG 减2T 然后合力又会等于 全部的质量 去乘上一个加速度 这个加速度就是直行加速度 所以 直行加速度其实可以表示为 4MG 减2T 再去除以4M 也就是2MG 减T 除以M 但是今天这个T 是我们自己假设的 我们只要把这个T算出来 就可以得到第一题的答案 那要怎么把T算出来 这个是要回到看个别 看个别 这就跟上一本 选举物理 力学 第一本 第四章的题目一样 我们要看个别 看个别的受力才可以算出T 首先看A 我们可以假设A是向上加速 那B是向下加速 那A向上加速 向上的力 张力T 减掉向下的力 MG 就会等于A的合力 那A的合力 那A的合力 那A的合力就会等于M乘上A 那如果是看B的话 则是向下加速 向下的比较大 3NG-T 结果等于3MA 这样子 那这两个式子去解连力 就可以把T解出来 所以我们用1乘以3 那再去减掉2 这样就可以把MA消除 对不对 所以结果是4T-6NG 会等于0 所以T就等于2分之3NG 那T-2分之3NG 再带回去 所以 直行加速度A 就是2NG-2 2分之3NG 再去除以M 所以结果是4分之1G 是向下的 好 所以这就是 用直行的观点 然后去算出直行加速度 重点的精神就是 把所有的力都加在一个点上 把所有的力都加在一个点上 所以这是第一小题 再来第二小题 系统所说的外力 其实就是 我们刚刚所算的所有的力 其实就是合力 那就是 4NG-2T 那就是 4NG-3NG 就等于NG 一样也是向下 这是第二小题的答案 好 那既然我们知道了直行加速度了 直行加速度是4分之1G 那 它一直都会是4分之1G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等加速运动 直行是做等加速运动 所以我们用等加速度运动公式 就可以算出 在T秒之后的速度了 所以直行速度VC 就会是 AC乘以T 出速度是0 那 今天过了T秒的加速 那每一秒加速度是4分之1G 所以结果是4分之1GT 方向也是向下 好 这样就是 这题的三个答案了 重点概念就是 我们把个别的受力 视为一点的受力 把所有的力全部加在同一点 这样就可以算出 这一个点的加速度 用这个点的加速度 来代表整体